在迎接2024年甲晨龙年之际 全球的华人社区热情高涨 特别是在美国、新加坡、韩国、英国等地 那里的华人聚集地已经开始展示对中国龙文化的热烈欢迎 今年的春节 中国龙元素的产品如红包、春联、灯笼和中国节等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备受青睐、订单量激增 据宿卖通透露 携带中国龙元素的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 销量同比上涨了2.6倍 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传统的装饰品上 中国龙相关的玩具销量更是环比增长了50倍 其中大约40%销往了美国、西班牙和韩国等国家 义乌、东莞等中国的外贸工厂和卖家在2023年下半年就开始忙碌起来 应对海外市场对龙年产品的强烈需求 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生产 同时,为了避免触犯知识产权的风险 卖家们在进行产品微创新时需格外小心 此外,创新和独特设计是提升销量的关键 在亚马逊和TikTok等平台 可以看到各种富有创意的中国龙元素产品 从登视到DIY工艺品吸引了大量买家的目光 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节日氛围的追求 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跨境卖家而言 将龙元素与流行产品相结合 是吸引眼球、增加销量的有效策略 无论是传统装饰品还是创意新品 都是满足全球消费者对中国龙年文化需求的绝佳机会 而在这背后 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偏好和维护知识产权 成为了卖家成功的关键 龙年的到来为跨境卖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通过精心设计和市场策略 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给全世界 不仅能够促进销量 更能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